开场 相信父老们 我站起来了 这说明什么 我要开始整活了 对没有错 今天就是一个穿搭视频 首先呢 十分感谢大家看得起我这个标准火辣的身材 其次呢我要澄清一下本人没有任何穿搭天赋 由此得出 我只配探店 还是那句话帖子 我穿都好看 你指定没毛病 那么今天我要探这家店呢 叫做复古庄园 五颗宏观粉丝数81万 一个三高店铺 而且它的这个模特图呢 均为胖美眉 所以 我有一种预感 今天我可能会惊艳到你们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一共买了七条裙子 那么是驴子是马 我们溜一溜 不是广告啊 穿搭板块的这个饭啊 我没有资格掐 接下来我上身试穿的衣服 如果大家觉得渴的话 大家就打一个渴 如果觉得不渴的话 打一个不渴 不到就看见那么渴不渴 然后我就决定退不退掉 这是第一套 这么感觉就是 有点大呀 我就说我瘦了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来给你们看看 我的锁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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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爽啊 不是很紧 就穿着有点没有安全感 来一条狗 随便就是要把你裙子扒了 一下子你的整个 它可能就会垮下来 它就是这条裙子 它没有什么腰身哦 只有这上半部分能看 这下半部分 哎呀感觉不是很好看啊 它也可以这样子拎上来穿 但是这个袖子的话 就会有一丢丢紧 可能是我的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垮下来穿 会好看一点 好下一套 呦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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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衣服有一点点穿不懂 跟图片上的 就完全不是一件衣服 而且它这个厚度做的 就是春天不春天 秋天不秋天 夏天不夏天似的 不愈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点no 那你们不觉得侧面看 还蛮有sense的感觉吗 正面就不行 这领子太高了 穿着像那70年代的 复古女孩一样 这件退不退呢 还是退了吧 诶但是这样子看又蛮好看 有些纠结 不知道退不退 诶呦 这一件还蛮满意的 好显瘦啊 而且你们看它的肩就是没有溜 但是又稍微往外面扩了一点点 然后就显得我的肩嘛 就是刚刚好 大小也刚刚好 不紧不松 穿得好舒服啊 这衣服好推荐大家买啊 如果这身材跟我差不多的话 就可以买这件衣服 而且感觉它不管是度假呀 还是上班呢 还是平时出去玩野餐呢 就这件衣服 就很万能 就感觉都可以 是不是姐妹们 也很透气 也很凉爽 这件衣服太棒了 我喜欢这件衣服啊 正好把我的大屁股 大粗腿全部挡住了 好显白啊 又显得我整个人很文静 很有气质 老八蜜制小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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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制小汉堡 这一件就有点像土菜馆的大唐经理小牛 你好 请问这边请先生 买一下风铃在这 他这边开叉开到这儿了 就会快点看到腰在他里边 其实他裤子 不会走光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蛮好的 这件衣服我应该不会退 因为我感觉可能以后啊 one day in the future 就化妆变得牛逼了 然后可以出一个那种中国妆妆 就配这个衣服感觉 嗯 还蛮不错 就是有那种现代和中国古元素的那种方法 融合的那种感觉 还蛮显然的线条的 嗯 Oh such a baby baby 亲淑女 大五三岁 有着大姐姐的干脆 这衣服穿着呢 是感觉一下年纪就上来了 这也不太推荐大家买 太一下巴掌经理了 好 那小刘先下次换另外一套衣服了 请各位胜子 谢谢 哎呦 晕我晕我晕 这个衣服 太透了 她看到我内衣的颜色耶 觉得不太好 八倍封号 就是不太推荐大家买这一件 但是就是如果说拍照的话 就嗯 这样子凹一下 感觉这个白色还是蛮仙气的 给她看一下全身 也是 哎 她好吸附 哎 她静电也好 哎 哎 难受哎 爱的玻璃转圈圈 想你想到新花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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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就是你们看这个花纹 我当时就还蛮纳闷就说这个花纹 为什么会在店铺里面的销量排这么高 然后我现在上升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花纹真的还挺好看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买了他们店里面最小的马子 穿在我身上 竟然有 这么大 啊 这么大 我真是第一次 头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 衣服太大了 不知道能不能去改一下腰 我觉得改一下腰 穿的还挺好看的哦 当然这个裙子也是非常适合度假的时候去穿 然后即使是这种 泡泡绣好像也没有显得人有多重 你看一下侧面 如果我抓住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还可以哦 而且我发现它里面的萌生都可喜欢这样拍照 反正是会显得人很瘦 就是就像一样这样子拱着 你这种 哦 这种硬丝风 哇我要出去用这个姿势拍100张照片 哦 真的嘞 大家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是改一下 还是直接退掉的 你们觉得好看吗 会不会有一点点显黑啊 那我们来试试最后一件吧 哇 好端庄啊 我的天 虽然这个裙子它很长 但它有一个高开上 多一点点又看不出来你腿的粗细 就觉得你的身态比例很好 然后又微微透露说一点点 Sexy 我觉得唯一的问题也是看上半身还行 但是看下半身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地方 也是腰势太大了 还是得这样把它抓一下 就会好很多 我竟然没想到我今天探店失败的原因 竟然是衣服太大了 我穿不下 天哪 我最近是真的瘦了 我觉得这件衣服还挺好看的 我想改一下 你们看这衣服的领子也很妙 就是又把我的圆肩给挡住了 然后又把我这地方拉长了 就显得脖子没有那么短 好喜欢这个领子的设计 好了那么以上七件衣服 你们觉得最好看的是哪一套 我个人觉得这条蓝色格子的 真的就是实用性比较高 然后也是真的很好看很显瘦 最推荐的话肯定是那一条 其次就是其他几件裙子 我觉得真的都很适合拍照 我觉得这条件还是蛮适合 身材跟我差不多 甚至比我身材还要胖一些的 如果比我瘦的话 就不用看这条件的衣服了 因为它家就是最小的马子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马子 就是都大了 我穿都大了 它真的蛮好看的 我觉得今天的探店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知道今天这条视频 有没有给各位安利到几条小裙子呢 如果有的话你就给我留下一个一键三连呗 嗯 这样子我才有动力拍下一期啊是不是 就是在评论里面说一说 是不是 我想看哪家今天的衣服 那这一期点赞高的话 那我不是马上就给你们出了 是不是 嗯 有商有量啊怎么 好了宝贝们下期见 拜拜 今天这个妆是真的可以 是不是有一种那种清欧美的感觉